美國總統特朗普質疑指責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卡爾諾多年前有性侵行為的女性是否誠實 特朗普在星期五在他的推特上說 如果那次侵犯好像他這樣說那麼慘應該會立即報警 克里斯丁布萊西福特稱36年前卡爾諾一次派對上對他進行了性侵 那時候他們都是高中生 特朗普還指責激進左翼政治人物攻擊卡爾諾 福特的律師說他們的當事人希望在下星期到參院委員會面前作證 但是前提是需要保證他的人身安全 福特的代表律師代博拉茲說 福特和他的家人在受到死亡恐嚇之後被迫離開了在加州的家 但根據美國傳媒報導卡爾諾在比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電子郵件中說 福特仍然希望作證前提是我們能夠在保證公平和他的安全條件上達成一致意見 星期一進行聽證讓福特和卡爾諾都能夠公開提出自己的證詞 請就看一下 詞曲 杜諾 《放箏右臨誼》 《放箏5指輪》 《放箏 《放箏》 《放箏》 《放箏1指輪》 《放箏1指輪》 《放箏2指輪》 感谢观看